陰影車自撞營區的圍牆 在今天上午7點多 一輛陰影車行進了花蓮市海岸路和明樂三街的路口時 路邊車輛呢失控 然後擦撞到了這個海軍營區的圍牆 駕駛當場被拋飛了車外 摔在路邊的樹蟲 全身是骨折而且意識模糊 警方道場了解 這個駕駛持有合格駕照 整起事故疑似是過彎時不慎所導致的 一台陰影車局局往前開 但車頭卻越開越歪 下一秒撞上路邊圍牆和路樹 當下一陣塵土飛揚 車頭嚴重毀損 打橫在路面上 車內物品散落一地 撞擊當下駕駛更直接被拋飛車外 摔在路邊的樹叢 事故現場一片混亂 21號上午7點多 花蓮一名38歲聯姓男子 駕駛一影車沿海岸路往北行駛 行經名樂三街口時 疑似過彎不慎 自撞海軍營區圍牆和路樹 當下撞擊力道強烈 車輛滑行約20公尺 被砲出車外的駕駛 全身多數骨折 意識模糊送醫急救 經救護人員救出後 送往門外院救治 駕駛人有多數骨折 那警察駕駛人有合格的駕駛執照 詳細造勢原因能在調查中 全案由本分局 車禍事故處理小組 依規定處理 事故現場被營營車 占去一半的道路 警方獲報出動 兩台大型拖吊車到場處理 現場恢復雙向正常通行 至於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有待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成績也話聯報道 從一切沒多數骨折 運動 貴恩